三个残酷的真相 第一个是 你随时都会突然死掉 然后永远地离开人间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 将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 不必过于担心人际关系 因为90%的人都可能被得罪 所以放开心胸 或达大度 如果一直在维护无谓的关系 生活将变得疲憊而焦虑 第二个是 没有任何人比你更重要 即使是亲人 他们也注定会离开 因此 请善待自己 永远照顾好自己 第三个是 永远不要在乎周围人怎么看你 人要学会独立坚强 不要过分在意他人的看法 只要你感到快乐 就活出真实的自己 更不要管什么传统规矩 只要你开心 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否则 你就是活在别人的世界 陷入别人的期望迷失了自己 我曾经突然领悟到一件事 我会死 你也会死 每个人都将面对死亡 一生只有短短的900多个月 三万多天 虽然看似很长 但时间如同手机电池 逐渐减少 无法充电 每过一天 生命就减少一天 而我们却不知道何时会死去 可能是40年后 也可能是明天 我明白有一天 我会彻底离开这个世界 我的存在将被抹去 再也没有人会记得我 想到这里 我的心放下了 所有的压力 面子 人情事故都变得微不足道 我只是来人间走一趟 领略一下这个世界的风景而已 看看花 看看草 享受阳光 感受雨露 我终究会离开 为什么要让自己变得如此辛苦呢 人生中最难以割舍的东西只有两个字 情和钱 为了钱 我们辛勤劳作 为了情 我们付出一切 然而最终 金钱随着时光流逝 感情也有可能消失 曾经身交的朋友 因为三观和利益的差异 可能永远无法再次相见 朋友离去就让他离去吧 人尽时就尽情享受过去的美好 人生就是一系列的告别 能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 有些人 尽管我们对他们付出了一切 却因为种种原因 在某个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烦恼的时候 想一想人生就是一场逐渐减少的过程 活一天少一天 见一面少一面 还有什么值得过度纠结的呢 在计较的时候 回想人在世间行走 只是短短的一段旅程 为何要事事计较 步步为难呢 将时间留给那些积极阳光 快乐向上的人和事 难道不是更美好的选择吗 何必为难自己呢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本该寻找快乐 而不是让自己陷入烦恼 我不是在告诉你 要忘记你现实中的梦想 也不是要打击你 因为生命是有限的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雄心壮志 有勇气至少去大胆尝试 那些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 然而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 一两种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一方面是积极中梦 踏实去实现 另一方面则是在工程之后 能够理智的离开 由于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终点 我们对于世界的事物 也不必过于执着 如果某些事情得不到 也许我们应该学会释怀 让它过去 作为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 我的提醒只是想告诉你 这个残酷的现实